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虞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给他们治疗的时候 家长都会问我说 你能安排职能治疗室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会有职能 妈就要不要上班 还没有要工作 其实职能治疗室不是只有大家想的说 这个职不是职 职业 为什么儿童需要职能治疗室 而职能治疗室又可以帮助我们什么东西呢 今天请到的是吴姿吟 我们的姿吟治疗室 姿吟你好 嗨 大家好 吴姿吟出一本书 这本书是要教孩子 0岁到6岁 六岁近前的孩子 要如何教孩子算 孩子算不是很简单吗 这个还要学吗 如何算 你的孩子才会发展 有些算法 你的孩子看着有点算 但是没发展 没进步 在职能治疗师的眼里 完可以这么的专业 我们赶快请姿吟治疗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怎么算还可以生出潜力呢 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算可能是觉得看着孩子就是在那里算 但是有些孩子 其实已经发展上有更多的现象 如果是有这个现象 其实算是在帮助他们的发展到更好 哪算哪治疗 哪算哪回复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冰凶时的工作就是在 毕竟哪算 帮助他们发展 所以你说主出是阴影 阴影才不是一会 你跟他算 就有些优势 有些算了有帮助的方法 我们快来介绍 因为你是要分年会来看 对吗 因为你的车是分三部分 零岁到一岁 一岁到三岁 三岁到六岁 有不一样的阶段 重点不一样 你要对阴影来介绍吗 好啊 好啊 就是零到一岁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宝宝期嘛 宝宝期 对 宝宝期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年 好几年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发展的重点 我们就会看到他要跟人产生连结 哦 产生连结 对 最后要跟人产生连结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 他能不能发展出这个阶段 要发展的动作 那是什么动作 不是很腻就好了吗 不是不是 比如说翻身啊 翻身 还有背啊 发心 然后跟站起来 走路 是 对 机会 所以要跟人生什么呢 人类发展史这样子 比如说像互动的这个部分 我在书里面就会写到一些很简单的 面对面的游戏 就是你跟小孩面对面 然后可以玩一些集眉弄眼啊 然后发出不同的声音啊 观察他喜欢什么声音 不喜欢什么声音 喜欢什么表情 不喜欢什么表情 嗯 这种互动性的游戏 然后呢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在0到1岁的这个阶段 多跟孩子去探索不同的物品 比如说家里的锅碗瓢盆啊 不同的玩具啊 一些生活的物品 去跟他互动 然后过程中让他感觉到 有一个大人他愿意花一个时间 在这边看着我 然后陪着我 了解我 这对他们在心理上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嗯 依你的观察 一般人对这个出示到一会儿 是不是这么动作都做得不错 我感觉这都会 我们都是男孩子玩啊 像我早上孩子去学校的时候 在学校的门口 我们不是有导户老师吗 导户老师他就拿一支散光棒 其实散光棒是来内套电底 所以他就会拟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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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 他就说阿公吧 送啊孩子去学校 再拟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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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在那玩玩玩玩 大人就摸给他看 其实他应该是不会因为你的碰触 而有什么改变 但是那孩子你就会看到 他手上摸一下 他在说这闪光 这两个两个跟我手摸有关系吗 你就会看到小孩子开始去发展说 他在想象他这个东西的关系 我看他说这两个阿公 跟那孩子的互动很好 其实那个品质 虽然我有点烦恼 都说不知道会热闹的 大家要注意到安全 可是这就是一个基本的 跟婴儿玩的方式 我要问是说 是有很多人没这样做吗 譬如说职能治疗师你的工作 你常常看发展比较不好的孩子 还是有什么感官比较不同合 其实有些大人跟孩子玩的时候 没注意到什么 还是有缺什么注意 我叫是跟孩子玩都这样玩 那有人做不错吗 我了解 关于你这个问题 我会想要分三个部分来做回应 OK 第一个部分是说 就像你刚刚说 有些阿公阿嬷 其实跟孩子已经玩得很好 譬如说有些爸爸妈妈 他其实也很用心在背叛孩子 不过他 那是没主事 没主事 那我说 他只能不能带孩子 所以你如果是了解说 其实你做这些事情 对孩子来说是很有办法的 你知道那个背后的 意义 跟重要性 对那个意义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哦 其实我很棒 然后呢 你就会更持续的去做这些事情 来跟你的孩子互动 OK 好 我觉得这是了解意义的 一岁之前有什么不要做的吗 我们刚刚讲的是要做的 那你有需要拿钱吗 就不知道怎么办吗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部分就是 其实你刚才有问说 现在有很多人没这样做吗 没跟孩子多互动吗 事实上我观察到是的 就是可能工作很忙 然后加上3C去占据生活 给我们的手机啊 平板啊 电脑啊 所以变成说 很多的父母 其实下班了 都在上班 啊 对 所以孩子就都一直在那里玩 嗯 嗯 较多 嘿 那个平板的感觉会比较少 对 所以这是第二部分 对 啊第三部分就是说 有些孩子是有状况的 我所谓有状况就是说 比如说 它有一些自闭的特质啊 或者是其实它是 发展上认知是比较迟缓的 那我觉得 这些家长他要更 知道说 这些游戏背后的 可以促进哪一块发展 那如果这个发展是 他的小孩本身在 呃 起跑点上就是已经很欠缺的 那他其实要比别人做的更多 OK 啊 如果这样说 算说 带给孩子算 也是在观察 哦 大家可以说 比如说互动 哎 你怎么会一般的孩子 你 你跟人也回应 好 啊 你的孩子如果是较没回应 那是说 特别一些动作 他们怎么都一直没发展出来 你就要问一个专业 比如说看这个 我们资营治疗室 找 应该整个月可以做什么游戏 人家找都有欠缺 都有 都有 你怎么算不上 你可能就要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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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一点点 这是零岁到一岁 那零岁到一岁 我请教一下 生音是不是 也是发展的一个重点 他们的模仿一些词语 生音 这可以怎么刺激 其实零岁到一岁 那个语言的发展 是一个萌芽期 就是 你没看到说 他真的公文 不过他一直在刺 一直在讀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要 多跟他们说话 够跟他们公文 因为你在公文的 过程说 他会听到你的声 他会看到你的标准 他会看到你的嘴形 所以他其实都在学 然后他会试着去 发出自己的一些声音 柯林基奇 一一一一一啊 就是我会鼓励 爸爸妈妈 可以多去模仿 跟就是echo 回音他的声音 这样子 让他感觉 这个声音 你有接收到 然后你也再 再讲一次给我听 他们可能就会去 重复这个声音 而这些玩声音的过程 其实都是 对语言的发展上 一个很棒的基础 所以北部 跟小孩玩的时候 始初浑身解数 别人想 必须别人想 害羞 小孩如果说什么 先让他来 稍微回应 模仿一下 也有一点 有一点 小孩现在是 上帝脱婴中心 你知道这两年 脱婴中心的老师 护士 大家都掛嘴 就看不到那个嘴形 我知道有的人 小孩是 我们如果上班 就送去阿公阿嬤那儿 我看到有的家庭 是都 乎上 惊险的感染 也请阿公阿嬤 在家里 整天都掛嘴 这虽然是好 但是 这小孩 看不到这嘴 我有稍微煩动 因为 像我们小孩在学校 一年级 差不多一整个学期 所有的同学 都是看着口罩的脸 我看不到知音 不知道怎么看 我觉得对于我们在 注重小孩发展 或我们职业上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剥夺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类似这样产生的问题 还是说大家 我们可以平常 用什么方式去弥补 我先讲我自己产生的问题 就是我抬头纹 可能会变得比较多 因为口罩戴着 然后我就会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 要做一个表情给小朋友 我的眼睛要很夸张 很可笑 我们是广播 没什么都看到 你就要用眼睛 表情答应 对 然后声音的起伏 也要很明显 以前你可能 扳个脸色 你怎么就知道 小孩不是 你现在 嗯 有一个很严厉的声音 有一个很严厉的声音 因为我们治疗师跟老师 或者是家长的 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 回应你刚刚说的就是 弥补 他们都 他们都看到 我们都是戴口罩 那个弥补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 你看就还是要回归到爸 因为能跟孩子 脱下口罩的人 就是 一起生活的人 对 所以他可能在学校以前 我自己是发现 这两三年的小朋友 好像真的那个语言吃换的状况 是越来越多 我觉得可能跟疫情 对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疫情 都要戴口罩啊 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对 然后可能加上3C又渗入 然后 所以他们好像常常花 比较多的时间 在看那个荧幕 而不是看人家的脸 对 没错 对 那个互动性 我觉得 这几年观察下来 就比较 又跟前几年工作的时候 感觉有差 我们可以想出方法来 因为 像我刚刚说 小学生 他们刚进小学 其实要上学 然后很多正音嘛 我就问他们说 老师都掛嘴 你们是要怎么误 结果我有听到 一个小朋友 跟我说 他们的老师 在上那个国语课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口罩 要吗 我也去找 便宜有便宜 在你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便宜里面 医疗用品 其实我都不厉害 我六指摸 我是没想到 但是它中间一块 是透明的 是特别 好像给那个听障 或什么 或者说 也许特殊的工作上 要看到嘴型的时候 是有中间看得到嘴巴 万一你的小孩 真的处于 在学习语言的状况下 有一些需要的话 其实 我们几个老师 还是过孩子 哪个人可以考虑 是不是要用 那种特别的嘴型 另外有一点 也是想要清告知音 标准 这个表情 一半的脸 没有的话 我是觉得 对于小孩 人际互动 某一些 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自闭倾向 或者没有到自闭 像亚斯伯格 这个范畴的小孩 他们会更敏感 就是说他得到的这个资讯量 就更少了 所以他发展上 可能会更有困难 所以一定大家刚才听到 知音刚才说 那句话 我忽然觉得很感性 你说 其实能够脱下口罩 跟小孩相处的 就是爸妈 你刚刚讲那一句 我觉得你流露出一种感性 我有get到 但是爸妈很少有时间 好好静下来 跟小孩子面对面 所以 我们刚才说一会 出示到一会 我们就说这么久 说整段 无非是 那个面对面的用心 面对面的用心 大家稍参考一下 你想看看 现在听这个 不可能 小孩也很重来 这个时间 你稍参他面对面 嘴尔拿下来 有时候3C产品 如果这一会 真正的阴影 我们说的不是 阴影三C成影 是爸爸妈妈 三C成影 你都拿荧幕 挡在你跟小孩的脸中间 你就不能说 你的小孩 什么人际关系 目中无人 因为你从来没有 让他眼睛里面看到人 他怎么会发展出 跟人好的关系 我们让大家来看看 你的小孩 等一下继续 今天我的来宾 是儿童职能治疗师 吴姿吟 姿吟治疗师 他的书 教你玩出无限潜力 零到六岁 可以怎么玩 这个大家要好好的学习 不要说都一直3C 看电视 有时候其实我跟小孩在家 他一直问我 妈妈现在要玩什么 我自有薄 变得没薄 这有学 我看得真好 来 我们先来问一下 刚才说 这是一会进情 一会进情 我看还可以负担 把人跟他互动 反正就是 一会 一会进去 也还走不快 走不走 我们带来 都有很多负担 现在麻烦 跟大事 一会进三会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改端 一岁到三岁 我们要怎么跟他玩呢 其实这个改端 今天就是 改武当武塞 武当武塞 我刚刚也让用这个武当武塞来形容 可是 很喜欢搞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你们会感觉这个阶段孩子很痴啊 对 他去兵家里的东西 去玩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章节 我其实试着要去 写一些武当武塞的游戏 把你的小孩变得忙一点 呵呵呵 把自己变得忙一点 对对对 比如说 像我就有写到一个 那个奶粉罐的游戏 就是我们小孩都会喝奶粉嘛 对 我们可以把那个奶粉罐的盖子 割一些不同的洞 比如说你可以割平平的扁扁的 让他去投那个卡片 呵呵 或者是呢 割小小的 去投硬币 或者是割一个小小的正方形 他去投弹株 株如此类的 你是说丁头奶粉罐上面那个盖子哦 对 金属的盖子哦 对 那要用什么盖 呃没有 那个塑胶的那个盖子 哦塑胶盖哦 好好好 对 那个软软的那个透明的塑胶盖 好好好 然后你就可以去 你不用在家里吞很多罐奶粉罐 你只要吞那个盖子就可以了 OK 因为你就是盖上去就可以换一个游戏 盖上去就可以换一个游戏 啊 对哦 啊怎么不用来买啊 你有要量产吗 哈哈哈哈 没有 这个很好DIY 我有一个妈妈 她曾经跟我讲过说 她那时候要 她们要出远门去玩嘛 她就带两三个奶粉罐上车 她生气跟我问 她说 你带这要做什么 扛罐那要来回收 对对对 然后呢 她就很骄傲的看着她先生说 因为她有上过我的课 她说 待会你就知道 家里的东西我给她喝盐 因为要坐长途的车嘛 而这个年纪的小孩又很喜欢弄一些东西 对 然后就嫌不下来啦 对 所以就在车上 她整个都在玩那个奶粉罐的东西这样 哦 那一般就是 例如说你用各种形状 然后你再配合 如果看这个晶莹老师的书 你用一点脑筋啊 不是说 有的人就说 我哥哥像我以前好傻哦 去买那种 人在买的 很贵的耶 你如果有稍微的品牌 欸 很健康 有什么三角形 圆形 六角形 然后他再给你做一些形状 我跟你说 孩子两分钟就给你带在旁边 因为那没有变化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做 哇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个 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再 跟他这种互动 你要跟他 有想说 不同的游戏策略嘛 你要参加进去 那好啦 不当不当 动态上 例如说 智能智老师 你们都会教我们 看什么 大肌肉啊 小肌肉啊 对吧 不同的游戏 又针对不同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发展 例如开始一岁到三岁 起来走啊 跑了 他整个发展上 你们是会看哪些部分 有几个部分 OK 一到两岁的发展重点就是要走得稳 然后快要可以跑起来 就会是一个发展上的里程碑这样子 所以你看一岁的小孩走得还颠颠的 有没有 那接下来呢 他就会慢慢的越走越稳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要给他的就是足够的走的练习的机会 然后甚至是多带出去 然后呢 让他有机会去踩楼梯 然后跨障碍物 绕过障碍物 不要跌倒 走在沙地上也不会跌倒 走在石头路上也可以不要跌倒 这些就会是一个发展的重点 就是要走得稳 然后有那个平衡感 OK 我一直要问一个东西 这个年轻的孩子 很多爸爸妈妈走在拨抖 头去摳头 后面会晃去 我有看一些孩子 这个年轻的外面在走路 比如在说 都踩一条狗帘 就是穿一个学走路的背心 然后后面连一条带子 你知道那种 我不知道那个应该叫什么 我有看过 你们会对这个东西 是有什么建议不建议 还是说什么样的原则 让家长来参考 现在北部实在 尤其阿公阿嬷帮人 带孩子 很怕孩子去拨抖 去摳头 你知道吗 对 你说到摳头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比你刚才说的绳子更好用 尤其那种 有点像是可以 稍微保护头的那一种 安全帽 安全帽 对 小孩子骑脚踏车那种安全帽 对 不过他其实没有很硬 他没有穿 我们的安全帽 就是你穿有什么那种 不过他用那种比较 像是类似比较厚的泡棉 对 因为至少也当在他想要 活动的范围里面去泡 不过你刚才说 那个 就是用那个 看小孩的 有没有 其实我如果看到家庭这样做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都会想说 这个做得很差 差到家庭去买 买这个塑料 去抖 就是我会觉得说 应该是很辛苦的 不得已的 对 会有点不得已 因为如果是 这个时候的孩子 有那么乖乖让你抖 其实 很多家庭也不会去买这个 是 所以你如果用了你就知道 要嘛就是说 他特别的活泼 你特别的辛苦 可能买一个泡棉的 把他头照起来比较重要 不就是 如果刚才说的 你就是过度保护了 其实我有时候 我看到的 是很过度的保护 结果来问我 怎么会跟一会拌 你买两会了 还没走路 我就叫他示范 是走如何 来楼膝走一下 他就等一下 我先拿出袋子来 我说你就整个 看的 刮到那样 他根本都没有办法自己平衡 你知道我们走两步 后面那些人缩了 就给你 给你 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去学会 那个平衡 所以大家用很有效的方式 啊 再来 你说一岁到两岁 我补充一个就是 其实你以前说的 这个过度保护 我也很有感 因为其实我们 真的 去看孩子 他又要拌倒的时候 他其实会有很多的 保护的反应 反射动作 因为 比如说他要拌倒 他会想办法平衡他的身体 就算他真的拌倒 其实他的手也会去撑一下 顶多就是 小看脆胸啊 或者是有时候 真的 不稀疑 别人去撑到 你知道我们的孩子 别人去撑到 其实很快就好了 对 因为他那一批 卫星层代谢有过 是 但是像我们做龙老母 我不知道 等下之灵治疗室 做妈妈 买 因为我们做龙老母 因为我们是 很老在生的孩子 我是很老在生的孩子 我想说 我都用我的老皮 去想我 那个嫩婴的皮 那其实就不一样 我都想说 啊慘了 那面子的 后面永远一个巴 没有啦 我们稍微拷解 永远一个巴 人买啦 对 对 真的赢 那这是一岁到两岁嘛 对不对 刚才说 那个还有什么 就是走路 他除了 像什么 阿公阿嬷最常常问 你们一天一天 不是大肌肉 小肌肉 要有每天的活动 你们要包括 大肌肉的训练 小肌肉的训练 我怎么会问这个 因为有些人 带孩子去选幼儿园 幼儿园不是各种系统吗 蒙特索利华德府 像那样的啊 我有些 我听这种朋友和别人 他就是做阿嬷 第一次做阿嬷 你知道这一代的阿嬷 很多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职业妇女 其实没什么经验 说带孩子 现在做阿嬷 再来第一次带孩子 结果我经常来问我 等一会 幼儿园告诉我 他们大肌肉 有哪些哪些课程 有一些课程 我看没啦 譬如说 每天的活动 孩子去 有两个关子 里面水要倒来倒去 这个关子的水要倒去 那个关子 那个关子的水要倒去 我问他说 这个要多久 他说15分钟 他说我花那么多钱 孩子送你去倒水 他说倒水倒完 第二天他那些 刺激什么口 是一个关子里面的 刺激了 刺激了 让他们撞起来 放在另外一个盆子 他说这个是很有用的动作 而且阿嬷就说 但可以不要做这个 出去溜滑梯 可以 有溜滑梯 那个是大肌肉 但是这是小肌肉 阿嬷就问了 什么小肌肉 这个感不重要吗 就是解释很多 那个家长不懂 大肌肉跟小肌肉的区别 我们这样讲 其实都是方便 把家长去理解 大肌肉通常就是 比较是脚跟肚子背核心 小肌肉就是 我们的手的操作 这个手的操作 其实很重要 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 那种活动 听起来就是 比较是萌克梭力系 没错 因为他们的 让孩子重复的去 练习一个动作 到他们自己经手 因为 有时候会相信 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 他有那种 自我练习 然后来达成一种 自我成就感 满足的那种 内在需求 一到三岁这个阶段 其实他们很渴望独立 可是又没办法 但今做北部就听到 你就会觉得 什么 你一到三岁 就想要独立了 对 因为零到一岁 很依赖大人 就是 我如果是饿了 你就要来跟我打 我如果是靠 你敢来跟我破 不过一到三岁 因为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他站起来 他可以走 他有自己 那个探索环境的 那个很大的power了 但是他心理上 当然又没有到那种 真的是大人的那种成熟 所以他们会 又渴望独立 又依赖 所以这时候 其实多让他们 去操作这些东西 是那种 我也可以 妈妈平常在用这个夹子 我也会 妈妈平常在倒水 我也会倒 那在家里面 如果说两岁了 他已经可以在 这个家里面探索 然后也走得比较稳的 两岁到三岁 可以跟他玩什么 我们介绍一两个 你的游戏 好吗 好啊 两到三岁 如果我们讲 大肌肉的话 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会是跳 你会发现 两岁过后 小朋友会喜欢跳 对 那这个跳呢 当然也是因为 他的脚的肌力 变得更好 脚变无力了 所以他有法度这样跳起来 然后第二个 我们用那个 大脑的感觉统合的角度来讲 就是 我们的小孩 其实他有 在想要去 满足自己 那个感觉需求的动力 他想要 自己做一些事情 去感觉说我真厉害 我可以做什么 这个是比较心理上的 感觉统合上的 比较是说 我的身体需要这个感觉 我的身体需要这个感觉 比如说像 那个跳跳的话 就会比较是前听觉 那这个前听觉 其实跟我们的平衡感 很有关系 但是在这个阶段 他们会很想要 自己去满足这个感觉 所以你会感觉说 两到三岁小孩 很喜欢跳 很喜欢转圈圈 很喜欢挡秋千 所以这个其实是 身体上有一些需求 身体上的需求 对 很像你腰 你会想要去吃东西 对 这个有时候不讲破 有时候会疏忽 有时候会疏忽 因为觉得说 他就恰恰滚了 皮这样 增不下来 可是其实这是身体上 一个正常的需求 一个正常的发展 所以你会建议大家 两三岁 爱上当爱跳 所以跟他玩的游戏 就是可以跳 可以转圈圈 所以其实刚才你说的 你怎么觉得看着 觉得很疲惧 所以很多时候 不小心会去阻止 他说 好啊 不要再打 不要再跳 对 你说 与其这样我觉得 还不如我们就真的 花一个时间是 在家里的运动时间 所以我在书里面 会写到说 我最常鼓励家长用的 可能就是地垫 像我们家里 都会有那种巧拼垫 然后我们就摆在地上 让他从第一个垫子 跳到第二个垫子 从第二个垫子 再跳到第三个垫子 就是让他去跳 或者是那个家里的 呼拉圈啊 也都可以 或者是摆一些 小小的障碍物 让他从障碍物的一边 跳过去 这个家里面 其实都可以做到 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东西 如果比较精细的呢 像你刚刚说 比较手部啊 那我们可以跟他玩什么 对 比较精细的话 那我推荐两个生活用品好了 我觉得很好用的 一个就是晒衣夹 晒衣夹 其他平常在夹袜子那个 对 对 我们就可以用晒衣夹 夹住妈妈的鼻子 没有啦 夹不同的卡片啊 或者是那个 用晒衣夹 你其实也可以鼓励小朋友 去帮忙夹袜子 分类袜子 然后把两个一样的袜子 用晒衣夹夹起来 OK OK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可以练习到 小朋友手指力气的 在家里一定有的东西 OK 好 晒衣夹 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那个火锅在捞汤的那个汤匙 对 因为那个汤匙它不是可以沥水吗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在浴室里面去捞乒乓球啊 捞一些家里面可以就是浮起来的那种小玩具 哦 他们很爱 对 他们超爱 他们可以泡在浴室里一个小时哦 所以以上的东西大家举一反三一定可以想到很多了 但是重点是你要有那个人力在 这个所有这一些跟小孩玩 大家如果看智盈治疗师基本上 我看的最重要的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那个陪伴 一定要那个人在的陪伴 好 今天我们请教的是吴智盈 吴智盈儿童职能治疗师 其实我刚才知道这个我们智盈 他也是心理要成为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一员 应该也有在心理上面来帮助大家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今天谈的是怎么样不要只有让小孩子一直借助3C 在打发时间 因为3C这款东西会让小孩子一看起来 算得好像很投入 但是他的发展其实是不好 很多人都说3C产品会让小孩专注力降低 我们进行某个来介绍ADHD或注意力不足症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怎么会说的呢 我的孩子手机在看的时候 他很专心的 他有那个手机专心3点 我说这个就不是很专心 是不是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专注力 你特别讲你这本书的初衷 是因为小孩子其实越来越没有耐心 那专注力很差 就是很多3C产品取代了他们应该的发展 那到底你说的这个专注力是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值得说一说 就是我们再去回想到底什么是专注这件事情 我对其实每个人对专注的定义不一样 但是我对专注的定义是说 我可以沉浸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 好好的把它做好 所以比如说像可能里面很多的游戏是说 我好好的把贴纸贴好 我好好的去看着气球 然后把它拍高高 但是我们再回到你刚刚说的 很多家长会问我一样的问题 就是可以啊我的小孩沉浸在手机里三个小时啊 然后去投注他主动的专注力 他只要被动的看就可以了 他是被吸引的啦 他不是去专注 对他是被吸注的 然后他也可以放空的看啊 他盯着看 他有在动脑 还是有在专心 我们其实也都不知道 他就是在看而已 对 他现在也当快速的切换 所以我这个鸡皮 我没教育 我就换下一个 这我没教育 我就换下一个 很多妈妈还问我说 老师我以前很常看电视呢 我小时候也是看电视长大的呢 我说哎 你看电视你那个卡通哦 你爱的卡通 如果现在没在播嘛 你就可以等下一个时段 你要等 现在小孩也不用等耶 他那个影片直接在下面 他可以点 对 然后再来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 我们以前看电视 我们是要坐在家里 才有能看 现在是 对那个包包拿出来就有一支 随时都可以看 所以那个频率太高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说 我们的小孩 如果是硬硬都在算这个 其实它剥夺掉 它其他的活动很多 所以我其实读很多的研究 看到说 早期玩很多3C的小朋友 其实后来的人际互动状况 都没什么好 因为它跟人互动的时间 都被剥夺掉了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过程 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专注力 刚才之前其实说到 还有等待 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是说 不是要老英文 但是我现在想到 英文 Delay gratification 就是延后满足感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 台语是要说 让孩子不要想要杀的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得到 他可以赞一下 待会更得到 那很好的改善 所以你若是没这些训练 日常生活 缺这些训练 高兴 也是比较适应 未来要跟人家团体生活 每件事情都要立即满足 你就看到这些小孩 其实有行为问题 跟这些东西也有关 虽然我们说3C产品有问题 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 不可能没有3C产品的世界 我们不是说他是万恶的元首 有一次听众朋友 跟我的社会说 3C产品是万恶的元首 我要怎么样不让我的小孩 用手机 我想他也不是万恶的元首 他里面有很多有用的资讯 那是大人的背叛 你要如何引导他 该做的事情 该发展的东西 不要剥夺他 那个跟人的互动 然后他在用这些3C产品的时候 你要能够注意到 他在做什么 这些细节 我们以后都可以请 这个知音知识师 来跟我们聊更多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 就是基本上 最后那个部分 3到6岁还没有谈到 3到6岁 我跟你讲 有爸妈已经放弃跟他们玩了 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 同样活动量很大 就爱糟跳 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就有写到 也是很多那种体能上的游戏 比如说跳跳的游戏 但是可以比1到3岁的 在难度再进阶一点点 怎么说 例如怎么样是比较复杂的跳 例如说 比较复杂的跳 就是我们那个垫子 我刚刚提到那个地点 那也让他摆得比较远一点 它可以跳远一点 或者是我们可以穿插左右左右摆 让他可以左右跳 或者是我们可以让他挑战往后跳 本来都是往前往后跳 或者是我们可以挑战单脚跳 你有办法往后跳过障碍物 因为我平常是都爱自占 你都爱聊 我有分练 分练 所以这个爸妈好好尝试 你如果像我这样 平常没有这个联系 你自己安全 要注意 跟小孩跳来跳去 注意自己的安全 小孩子的平衡很好 跑跑跳跳 三到六岁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他也很厉害 太胖的 他没有那种奇怪的 很多的想法 扮演 角色 冒险 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游戏 其实你说的这个扮演 真的在他们的发展里面很需要 所以我其实也会鼓励这样说 那个过程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讲跳这个好了 我们可以比喻一些故事 或者是动物 或者是他比如说 他平常最爱看的那一本书 可能是什么动物园之类的 我们再来把这些动作 都把它比喻成好玩的动物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去问他说 你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做什么东西 你感觉你现在在做什么 是在搭火车吗 还是在向小兔子跳 还是向毛毛虫在爬 鼓励孩子去把这些动作 跟他喜欢的这些想象的事物 连结在一起 他会觉得更好玩 是 是 好 那现在大家有感觉说 有些学校其实是天课 我们今年一年也是经验很多 在等时间跟小兔子都在家的时候 从来做功课 看一段时间的电视 也是很多时间 都是要想想想想 来跟他玩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参考 我们这个吴之银老师 我们职能治疗师 他的书里面 他都有精美的照片 不管你觉得你多么不上手 你一看你就会启发 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一直在想说 你刚刚每一个在描述跟小孩子玩的那个过程 不管是电子 听起来只是很简单的跳 或是长途的车子里面有一些牛奶罐 我都觉得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小兔子 哪一样跟大人玩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看到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兴 对 真的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孩子高兴 是大人你自己会获得一种 专心陪他的那种成就感 而且你跟孩子的关系变得紧密之后 他整天来找你不是要玩家 他是要问你说 我们还要生什么 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对大人 不管是对老师 或者是对家长 都很重要 我想这个亲密感 我们说 不只是对孩子 其实对家人 还有整个家庭的凝聚 不要说等小孩到更大的 我们再来说亲子疏离 他事情都没要找我 都没要跟他说 因为你可能自小的时候 他是孩子都想要跟大人亲近 但是你会感到说放弃 我不能去插爸爸 不能去插妈妈 去用骨钻 那他慢慢的真的 他也就自己想办法去生活 他怎么自己想办法去生活 他比较大 你再想办法去扭来 想要影响他 这个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鸿沟 好 那么今天大家刚可以听到 我们姿营老师 他说写这本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鼓励大家 刚才如果仔细听的话 我们在讲婴儿的时候 他就说到 很多的父母对自己没有自信 很多的父母 其实以为小孩子 跟我玩 有趣吗 是不是要买很fancy的玩具 还是说要送去上 很复杂的课程 其实没有 所以志玲 你最后给爸爸妈妈一些 鼓励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一些鼓励好不好 好啊 我最后想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昨天那个制作人 他寄访刚给我的时候 其中有一题 是写说 你在陪孩子玩的时候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这一题我停在那里想很久 因为我接触到小孩太多了 可能上百位 可是你知道第一个 映入我脑海里的一个孩子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可是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国小的孩子 然后他还不会走路 所以我必须要用游戏的方式 带他走 然后呢 他也不会讲话 对 就是吃换的孩子 然后那时候 其实要带他 我压力非常大 因为那时候 我是个菜鸟 我是个治疗师菜鸟 我工作第一年而已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非常没自信 所以我可以了解那种 就是家长觉得 自己很没有能力的那种感觉 因为 对 就算是一个 被专业培养出来的治疗师 一开始在接触孩子 也是手足无措的 是 好 然后对 那时候呢 我就是带着他走 然后突然走到一半 他就停下来 他就把我牵着他的手呢 抓起来 轻一下 对 就这个动作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阿嬷在旁边看 阿嬷就有点吓到 他就说 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对家人以外的人 做个 做这个动作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瞬间 带给我的自信感 整个是 就是又感动又自信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这个孩子 他虽然不会讲话 但是他用一个动作来告诉你说 这个游戏好玩哦 我喜欢 我喜欢你这个人 所以我其实倒算也忘记我们在玩什么了 就是那个细节我根本记不起来 可是 我就 我昨天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 他们其实 记不得你跟他玩什么 可是那个过程中的那种情感的交流 或者是一个深刻的印象 是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烙印 是 所以这个小天使可能有帮我们自营回答了 另外一个本来要问的问题是 做这个工作能够持续的这样做 有什么动力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想象的更多 那希望大家陪小孩玩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相信 小孩真的很喜欢你跟他玩 那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小孩 对大人 对小孩 对家庭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自营老师 给大家介绍 祝福大家